大城国中同学们集中精神 握紧铁锤一线下笔消极 麻布下的植物渐渐渗出了汁液 让白色的麻布染上缤纷的色彩 原来他们参加了学校在寒假期间 举办的原住民特色课程 而这堂课介绍了独特又简单环保的植物纯染 老师带着学生们直接始作 让同学们直接在校园就地取材 栽取形状特殊的植物叶子或是缤纷的花瓣 接着发挥创意排列组合之后 就拿着铁锤或是石头 沿着植物的轮廓敲击 让汁液拖映到布品上 而一幅幅独特的花草染布就此诞生 学生们也分享了上课体验心得 今天做这个东西 其实你边做的时候 你还可以闻到很多花香 然后你锤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那个花爆汁的感觉 其实还蛮软 蛮好玩的 做完会觉得 哇 我下次还可以再尝试一个更好的 就是一种新的体验 然后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的植物 还有可以让原住民这一项文化更发展 你要控制好力道不然它会破掉 然后还有你要学会一些就是摆放的技巧 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就是可以认识很多植物 然后也很特别 虽然没有在自己的意料中 可是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们是体育班 体育班很少时间来做这些 就是课外的一些活动 就出去比赛 然后在学校里面做活动 所以这一次很难得 能参加这一次这个活动 真的是很糟糕 为什么 就是它看起来就是整个暴击一个灾难 可能跟当初绿小绿 有点多闹 嗯对 真的是东西拿太多 放上去就会整个爆掉 但是你觉得好玩吗 就是这个染布比较少见的 嗯还不错啦 今天算课很有趣很棒 然后今天做的作品 嗯我觉得还不错 想射给老师 这个月子 把白染色 而不仅是实作 讲师也教同学们 相关单字的阿美族语怎么念 兼顾文化和语言的传承 老师也称赞同学们 很有创意跟热情 这个主题是垂染的课程 希望同学们能够认识 我们大自然的植物 我们今天的材料就是 学校附近的花草树木 花草还有叶片 来垂染到我们的麻布上面 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品 这些作品都可以 吊挂在家里 可以随时可以看 而且认识植物的杏子 还有哪些叶片 或者是它的花瓣 可以拿来当它们的材料 大臣国中教务主任说明 校方顶持着普及原住民教育的精神 就为期七天的特色动力营课程 让所有学生部分族群都有机会来认识 独特的原住民文化 而今年从桃园人口最多的阿美族开始来介绍 未来也会继续介绍其他族群 让同学们了解这块岛屿上的多元族群文化 教育局请我们办理都会区原住民的计划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寒暑假的营队 让所有的学生都可以自动的报名来参加 这种原住民的全民原教精神的活动 那这次课程的设计就是请老师来上 所谓的竹枪 然后头饰 像现在这个头饰 食物的染布 那还有舞蹈 还有一个就是竹哨把的制作 那最主要还有一个阿美族教育的设计制造 那让所有的学生 不管是不是原住民 一般的学生也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让他们认识阿美族的文化跟 教育活动 让未来可以朝向太亚族 或其他族的族群来设计 大臣国中表示 为期七天的原民课程 每天都安排了不同的体验 而同学们这堂课所做的植物垂染作品 将会在未来摆进中庭的阿美族家屋装作展示 作为未来原住民教学使用 消防期盼透过丰富多元的课程 占尽同学们对阿美族文化习俗的认识 记得留言请下回报导 《 Hummer May族 》 中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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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计